2024年的10月中夏旬,我在阿富汗渡过了12天的时间 这次的起点,我是从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出发,陆路入境阿富汗 我在边境口岸拿到了阿富汗的落地签证 在这个视频里,我会来分享我这次落地签的经历 以及我初到阿富汗对当地的第一印象 我在杜尚别的时候,在当地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 我遇到了另外两个在同一天前往阿富汗的旅行者朋友 一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日本 我们当天早上一起从杜尚别搭乘公交车 到了一个市场,叫做Sakowat Bazar 然后从那里有出租车拼车,直达阿富汗的边境 Banji Payong,价格100索摩尼一个人,大约67人民币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砍价 这个车子是拼车,坐满人出发 耗时大约两个半小时,我们抵达阿富汗的边境 塔吉克斯坦这块比较荒凉 几乎没有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出境手续很快 然后要走路过桥,到阿富汗的那一侧 这条河是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借河 右边是塔吉克斯坦,左边那边我前方 就是阿富汗 曾经玄奘他去印度那边的时候 他曾经经过的,大概就是这一块的边境 也可能他更往乌兹维克那个方向 但是他曾经就跨过这条河 这条河,然后到了阿富汗 今天阿富汗的境内 之前看有人发的消息说 这边火桥必须得富士索摩尼 但实际上今天过了这个出境之后 发现并没有任何的士兵说 必须得坐车过桥 所以你自己走过这个桥是有可能的 就是不用发现 现在已经脚跨到阿富汗境内了 还有两个同伴 就是亲家里设计认识的 大家一块坐的这个车 然后到这块 到了阿富汗境内呢 在移民局的小房子里 你告诉他们你要申请签证 然后就会被指引到100米外的 另一个小房子里 之后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负责你的签证申请 他们会给你一张缴费条 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缴费 之前听说签证费是大约80美金 我们那天的签证费上面写的是 5550阿富汗尼 在当天的汇率算大概是82美金 大概是590NB 他们的汇率可能每天都有浮动 所以这个价格可能会不同 然后签证官会帮你联络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会把你带去银行交钱 然后最后再把你送回来 这期间他还会再到一个换钱的地方 其实在阿富汗的这次换钱的地方有很多 你除了可以拿北京换阿富汗尼 还可以用Tadix3的索莫尼 你可以多问一下汇率 就在这个口岸的门口出来 到阿富汗这边 就会有很多换钱的地方 我们当天收到的汇率比国际汇率低一点 当天国际汇率大概是66点几 我们的汇率是65点几 并且他们只接受100美元的大额的这个美金 而且要新款的美金 否则呢他们就会给你很低的汇率 比如说你换20或者10块 他们就会压低这个汇率 在整个阿富汗换钱呢 其实基本上只有在首都卡布尔的时候 换小美金 有的时候汇率不会那么差 去银行交完钱之后 再回到那个签证官的小房子 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 中午饭点的时候 签证官不工作 一直到下午两点钟之后 他们才正式跟我们办理签证 这时候你要拿着银行给的那个收据 还要再填写一个额外的一个表格 其中会包括一个阿富汗的地址 我当时就在地图上随便找了一个酒店的名字 然后就填了上去 最终我们拿到签证是下午两点半钟 填完全证之后 再回到移民局盖入境章 然后这算是正式入境阿富汗了吗 其实还没有 但凡在这个口岸办理了落地签 都要在下一个城市 昆土市 在当地的一个办公室 再盖一个章 这个是当地的新的国企 阿富汗的新国企 大家对这些外来游客很好奇 对他们就过来一起拍照 我感觉我们就像那个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现在就是被大家排队来拍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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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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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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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边境的这边一个市场 这里边境很近就一公里左右 这边拼车一直拼到昆都市 现在坐这响车200就是阿华尼昆都市 200一个人这边拼车是这样的 然后从口岸前往昆都市的话 价格是200阿华尼 大约20人民币一个人 我们在拼车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很热情的司机 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在昆都市的当地的外交部办公室 赶在工作日下午6点之前都是来得及盖章的 盖章是免费的 然后就算是正式入境阿富汗了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咨询了一下 在当地便宜的住宿 最终花了5块人民币坐图图车 去了一家叫做5 star的hotel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 这个叫5 star hotel 三张床 一个人大将近是12美金一晚上 有免费的茶还有免费早餐 关于阿富汗的第一印象 就感觉它像是一个西亚和南亚的风险地上 并且当地人都非常热情 对你极肚子好奇 和很多西亚以及南亚的国家类似 很多当地的人都想过来跟你合照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当地的小吃或者饮品 当地的人都执意不收我们的钱 我在阿富汗的12天的时间里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You are the guest 你们是我们的客人 欢迎你们不要你们的钱 免费的 他刚才买这个饮料 他说我是客人 就不用花钱 这是烤肉 随便的烤肉 这烤肉大概一块六人民币一够 一块多人民币的这个烤肉 太便宜了 一个拿饼 然后加上薯条 加上这个炸的这个法拉粉 大概两块人民币买到的 这个法拉粉 然后这个顶家发布 一块钱 你能够得到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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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我暂截止分享这次入境的阿富汗的信息 以及我的这第129国的签证信息 在此之前呢 我其实并没有看到过任何官方的通告说 这个口岸可以拿到落地签证 最终经过我们的尝试之后 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都有无数的可能性 让我们继续保持对这世界的好奇 让我们继续去尝试 我们总会再有一个又一个的美好的经历 在之后的视频里 我会再继续分享我在阿富汗的更多的内容 其中也包括24小时不花钱在卡布尔 还有100人比在阿富汗的一些分享 感谢你们的观看 欢迎来到阿富汗 我们在下一期的内容 要那么再见 阿富汗的东西是很美的 阿富汗的东西是很美的 很欢迎来到你 很高兴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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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嗯